在我季库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过往 有很多回忆 有很多味道 一些艺术的东西 这些出来的就是我创意的原来 就好像烟花一样 不停地吹 那是非常灿烂的一件事 我们的福利敦酒店前身就是邮政局 那时候邮政局的前面 有很多小吃 那些在煮炒当的东西 虾饼啊虾酱鸡之类的这些食物 让我非常的怀念这些 当时的那种感觉 现在找回来讲不到 但是我想找回以前那些根源 那些古早味的东西 想到这个网的情怀这些菜单 就是触发于心里面这样子 有小河 就是有桥 有船 还有我们的这栋建筑 都是用石头建的 我就做那个石锅 就有一条羹 讲到这条河那边有一些牧船 就是牧船歌颂 就是有一些老坛酱 有福武 有黄豆酱 黑豆瓷 加入进去调了一个酱 来蒸那个鱼 两袋相连 我煮了一个龙虾面 就两种面在里面 二十多年前 开始慢慢要做一些桃子 去做桃啊 想一些菜啊 我自己心中没有两把火的 一把是烧菜 一把是烧桃 我们烧菜的火啊 也可以说是从六十多度到四百多度 你烧菜有时候真的是要快手快脚的 烧桃的不一样啊 烧桃就是要慢慢烧了 从二十多度开始啊 就烧到一千三百多度 那个是要很有耐力的 很有毅力的 慢慢发现到那个桃池真的很多难度在里面 对我的烹饪里面呢 细细相关 就是每天都烧一道菜 你不一定每次都一样的 为什么今天差了一点点 有没有停留多两秒 就是锅边那个味道 你要不要煮进你的菜里面 每天都有香啊 不停的香 你有兴趣之后呢 就是说你做什么你都不觉得累 怎么都不会那么好 烧菜就是美食艺术化嘛 烧菜就是我的生活啦 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属于我的地方